今天我想通過這一本書 對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 與大家所分享的有幾個小小的 外衣過程中的困惑和經驗 我是楊老師去日本晚一年 我是1991年去了日本 那麼在日本會思考說 為什麼我們常常說到 西藏問題和新疆問題 而蒙古會成為中國 中共所標榜的優秀的少數民族制止區 像我們這樣的NGO 還有像林寶華他們這樣的NGO 我認為我們都有權利 參與這個省的會議 我認為香港學生的戰中的運動 非常與我們內蒙古蒙古人 走過的道路相近 怎麼這麼講呢 就是說我們蒙古人47年的時候 要走高度自治的道路 當時中共政府也是對蒙古人這樣講的 你們走高度自治的道路 我們不會干涉你們的事物 但是事實說明完全是假的 因為49年建立政權以後 沒有給我們高度自治的權利 還有一個呢就是 他是求後算賬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 19年以後 他對蒙古人進行大量的屠殺 我呢把這段歷史呢寫成了這個 書名叫沒有墓碑的草原 那麼針對現在香港問題講的話呢 香港也是在17年以前 當時的中央政府說 你們五五照跳馬照跑 一國兩制不干涉 但是這17年的現實道路表明 沒有按照17年以前 他們約好的答應好的這個路線走 所以我認為香港戰中的年輕人 不能簡單的相信 北京政府的口頭承諾 一定要奪取17年以前 給他們的權利 因為年輕人的這個願望 很可能要牽涉到 如何解決西藏問題 新疆問題和內蒙古問題 也就是整個中國 整個世界的將來的